大锤是一个催眠师 是那种把小姑娘催眠后 能让她乖乖听话 做任何事的大师级催眠师 这天同事铁柱拜托她一件事 说铁柱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女孩总是失眠 想让大锤给催眠一下子找找原因 见到铁柱的新女友小美后 大锤就心圆一马了 铁柱不要怪哥不敞亮 谁让小美太漂亮 大锤就劝铁柱兄弟这个女人要不起 她有人格分裂症 不要说哥没提醒你 这种女人要远离 可这铁柱愣是一句话没听进去 死活认定了小美正需要 她这样魁梧的大胸肌 小美是一个木偶师 没事就喜欢捣刺她的木偶 这玩多了娃娃果然就容易眼花 她经常看到有陌生女人 劈头散发跟着她 这跟路多了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铁柱就说美啊 咱不怕如我给你施个法 我们和你身体的另一个她 来个友好的对话 一二三看这里你带了美童啊 接着小美的另一个人格 就开启自嗨模式 这个身体好性感手感好好啊 你要不要来一下 小美撩的大锤是哼哼啊嘿 稀里哗啦 这车开的有点滑 大锤赶紧拉车闸 一二三再看一眼大白腿啊 你可赶紧停一下吧 小美扣上扣子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大锤心想给我装 你扣子咋开的 你还没点A数吗 治疗还得继续啊 大锤就找了个空旷的地方 小美恍惚间看到了一具尸体 躺在大厅中央 看起来小美想起了曾经的过往 大锤就让她顺着回忆往前想 小美就想到了 她和前男友为爱鼓掌 这边小美还一边聊起大白腿 一边异味深长 随后就把大锤拉到怀中 请求帮忙 大锤一想这里人太多 办事还得清场 于是一二三叫醒了小美 大锤又被捞得心痒痒 每过一段时间 小美就会来找大锤复查 不知道是上瘾还是咋的 在次催眠后 小美说这个女人也需要你啊 来啊照做啊 反正有大把时光 她的欲望我是最清楚的 这把大锤看得啊 口水都快要干涸了 眼瞅着治疗周期就快要结束 可大锤俨然已被小美迷住 于是乎在最后一次催眠治疗中 大锤先是给小美来了个全身按摩套餐 再瞅一眼她深深的失业线 于是大锤内心的小恶魔躁动了 她给小美下命令了 以后小美就爱她无法自拔了 只有见到她 小美才能有好心情了 果然小美就压抑不了自己的感情了 马不停蹄的要见大锤 冒着大雨也无所谓了 从此以后 小美就一刻都离不开大锤 大锤就继续催眠小美 美洲山你都要来这里啪啪 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幸福哦 离开这里后 你就会忘记在这里发生的事 就这样小美风影无阻的 美洲山去找大锤 俗话说再好吃的菜吃多了也腻得慌 大锤很快就觉得有些无聊了 这时大锤的一个学生小力对大锤表白 表白就要有诚意嘛 大锤带回家深入交流 这大锤有了新欢自然会冷落小美 瞧把小美给气的 在家自个儿生闷气 不清楚状况的还以为得了哮喘呢 虽然小美在大锤家是百亿百顺 但大锤还是厌倦了他 甚至对他恶语相向 小美回到家 铁柱还打来洗脚水给小美洗脚 终于铁柱还是发现了大锤染指小美的事情 大锤觉得对不住铁柱 于是再次催眠小美 让他忘掉在他这里发生的一切 忘掉他 接着大锤决定和小力结婚 两人还去照了结婚照 而铁柱也准备向小美求婚 你说啥 当然是原谅他 当铁柱把戒指送给小美时 小美想到了死去的前男友 接着小美的双重人格出现 跟砍西瓜一样弄死了铁柱 然后小美找到大锤 把他带到自己的房子里 先是整晕了大锤 然后就是各种电钻电锯次后 大锤被做成了一个玩偶 小美还整天给他喂一些黏乎乎的东西吃 从此两人就过上了没羞没少的幸福生活 到晚了